但是我觉得财务自由可能还有 有一些攀比吧 财务自由和财务自由可能也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 有了攀比就有了凡尔赛 你说这个人到底是想活得好 活得安全 还是想活得比别人显得更好 就是你活得好跟安全 总是在跟别人比较当中产生了 你没有一个绝对的好安全的一个标准的 所以我现在觉得 这个词语在今天的这个泛滥 值得警惕 为什么 你看就是什么这个凡尔赛 财务自由 内卷 躺平 我给你讲一个情景 有一天我们几个朋友在聊天 他们就在讲这个内卷 躺平啊 什么的 讲这个话题 我突然就想起那天下午 我们这个刚开会 说聊什么话题 七八月份开的这个 这个我们开会嘛 然后呢 就是当时就有人说了 说聊内卷 聊这个这个什么 躺平啊 什么的 然后马上个编导就说了 说我们播的时候 十月份了 那个时候就不是这个话题了 哎 我突然有所领悟 通这个细节 就是说啊 人们经常说的这些个热词 不可否认 一定有它的现实基础 但是 我觉得人要会从多个角度考虑这件事 我就觉得 哎 干我们这行的人 整天在干些什么 我一下子想起了我的这个前半生 我想 我前半生 整天在这里说话题啊 那么比如说这个 你看我当年办过杂志 嗯 哎 我就知道啊 这个哗一下十个话题 大家说 就最后我编辑部主任 我说了算了 那一个星期的话题 就是我决定的 所以我当时 我就跟我那帮朋友聊 我说我站在我这个传媒人的角度啊 我说我也提出一个意义啊 我说是不是现在内卷真的是那么重要的问题 躺平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每天关心的事情 今天我关心的可能是那个 我我们家房子需要装修了 你关心的可能是你失恋了 他关心的可能是他离婚了 但是从哪里来的一个 因为你说这个里边 我我不能说有阴谋啊 我只能说很多时候 我们聊什么话题 我们是希望这个话题啊 最好能让他们觉得 哎呦周围人都在聊这个呢 我不聊 我也聊 而且这个语言的这个诱惑性 或者说欺骗性 本身就在这里 对啊 你比如说你可以聊这个内卷 有没有啊 你想想 有啊 我这竞争很激烈啊 工作很难受啊 对吧 躺平有没有啊 有啊 其实我要跟你说另一个问题 我说住房紧张吗 你马上就对啊 现在住房紧张 甚至我跟你说 有的时候你看杂志上会能 这个月的主题 这会不会就像这个时装流行色 每年那个时装杂志发布 今年春天 流行绿的 凭什么流行绿的 但是问题在于这个语言 能生出一个世界 嗯 那个是贩卖服装 这是贩卖焦虑 对不对 就是说 我不能说这个问题 没有 但我只是说 人对人生的感受 是百样人生 就像你说的百味人生 你说什么 那我都可以共鸣啊 我的感觉它就像是 在这个大海里面 然后呢 它需要给每一朵浪花 起一个名字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 涌出来的所谓的热瓷 都是一朵朵小浪花 但是其实你在这个海里面 你真正关心的 也许是下面这个潮流 你能不能看到 这个潮水真正的方向 和你这个大海的样子 但是呢 它为什么老冒这个小浪花呢 因为这些东西 它一直在 你说内卷 不就以前说的竞争吗 那它就是得有 不断地有新的名字 新的名字 来寄托大家的 一种共同的情感 它不一定是焦虑 也可能 我们几个月后 就不聊这个 这事很有意思 比如说 小青 你觉得有凡尔赛 是不是最近老听 人说凡尔赛 就成关键词了 反复地能听到 一言不合就凡尔赛 真的吗 这个尤其是在朋友圈里边 或者说微博里边 它是多种多样的 有的就是 打开一瓶 很昂贵的酒 这个拍一张照片 发在这儿 又 然后霜 然后 又又又 对对对 我又喝了 又开始了 感觉每天就泡在这种 特别昂贵的酒里面 这个可能就是凡尔赛 底下留言都是说 也有这个正能量的例子 你比如说 咱们这个钟南山老师 对吧 那讲话 就说咱们国家 这个测试 这个什么 对这个新冠的 这种检查研究 我们有个苦恼 我们病例没有 我们病例太少了 这说的是事实 这说是事实 所以我不是说 它是个贬义词 我是说你看 现代语文可以研究 它一流行起一个来 大家就用它来表达 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第一次看到是真不明白 我发了一张照片 香港商务出了一本书 上下两册这么厚 我发了这张照片 就加了一句话 我说这个 这大概是我今生 写的最后的一本书 最后的一本书 不是最后面 因为有六十万字 那结果我的微信圈 就收到了最多一次的 这种点赞啊 支持啊 也有人写个话 一排下来 最后一个是潘凯雄 原来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 就加了一句凡尔赛 我当时就没看懂 这什么意思 后来他们说 意思就是说 你在炫耀自己 你这不够方而在 你要说这么厚的书 你又领不动 我的理解也不一定正确 基本上就是 用这个貌似 这个怎么说呢 抱怨的语气 实际上呢 是不经意的 有时候也做得很经意啊 流露出自己的优越 你比如说你看 哎呀 每天开跑车上班 我觉得真是很危险 我宁愿走路 我们家那个园子太大了 对不对 上学那个走200米啊 光我们家那园子 我就得走150米 我瞎编的啊 就是 我明白 抱怨 那我就反省了 我那天 那我在这里边有什么 就是说是选要的成分呢 后来李纯给我写了一个回 你这辈子还常认着呢 就是说谈什么是最后的 其实你可能还可以写更多 你用这样来贬低自己 其实是炫耀 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不知道他们解的对不对 但是反正是 因为给我写的是一个 著名的评论家 叫我反而赛 他不是认真的 也可能就朋友之间 就是调侃一下 数钱好麻烦 为什么不用微信 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意思 完全没有这样的意思 我有一次看到 我朋友圈有一个人发 就是他就说 要要擦地板 然后他那个照片怎么拍的呢 他就从高空 就是他在他阳台上 是跪在那儿 就是这个屁股在那儿擦 那个阳台地板 但那个全景呢 就是他们家 房子很大 房子在山 包园游泳池 在山上 然后呢 这照片是无人机嘛 就一看这角度 也应该是无人机吧 就旁边拍一张这个照片 得几个人伺候着 你知道吧 然后这个人 然后他还有别的 他每次照片的那个感觉 设计得非常好 他去喝下午茶 然后你就看到 不是人家很普通的什么 就拍个吃的东西什么的 很远 是那个酒店的 那个下午茶那种 那个小笼子吧 他在那个角落里面 但是他的景是实的 前面还是虚的 就您这一张照片 多少人的时候 一军你现在帮自己 凡尔赛一下 你弄一个什么东西 我没有这个才华 我又要去阿富汗 不是 我又要跟这么 有才华的人去聊天 这个不算凡尔赛 也算 就是我又要跟 这么有才华的人聊天 而且呢 他们还老说我有才华 真讨厌 网上网我网上网 网上网 温涛呢 马上赛一下 不我 现在节目广告太多了 温州派 真是烦人哪 这广告怎么这么多呀 好好 小秦 你从这个里边 能分析出什么来 有一种德意叫枯穷 有一种德意叫枯穷 对 凡尔赛可能我觉得 应该这个徐老师 专门做一个研究 因为凡尔赛说到底 它是一个修辞方法 它是一种修辞 它就跟我们以前说的 什么比喻啊 这个差不多 它是一种文稳上的游戏 但是它背后的 这个确实有一种心理 就是说流露优越感 不小心的流露 不小心的 人为什么摁不住流露优越感 这个还真的是 不管你修为多深的人 我见到的差别啊 就是说修为越深的人 你那个皮儿 包袱皮儿越厚 甚至大家的察觉 流露的越不惊心 对 好像很自然的这样 但是为什么忍不住总要流露呢 比如说我 这算流露优越感 我觉得我心里就有个矛盾 我是属于 其实属于那种溜墙根走的人 我特别怕 比如说当然我没钱 但是我要真有了这个钱 我想我的心里是那种 我怕别人知道 我怕别人知道 我觉得有不安全 所以我有时候也挺不能理解的 就是你为什么想让别人知道呢 为什么人会喜欢要防尔赛 我也没有很好的答案 但我猜啊 因为你人类的很多行为 你都可以从奖赏机制来解释嘛 就是说会不会这个东西 会对一个人形成一个奖赏机制 我才这么做 就是说 人家就是比方说 人家说一个人为什么会 他会喜欢长得漂亮的人 因为那个人的美貌对你是奖赏 或者你会喜欢对你有帮助的人 因为他的帮助对你是奖赏 那么会不会就是说 防尔赛的人 他就知道我会收获很多 艳羡的目光 我会收获大家虽然嫉妒恨 但是别人会 就那一下 这就是我老想 为什么有的人他去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 说他买了那种跑车 什么到街上开 或者把那个车刷成很炫的样子 就很炫的那种 那个颜色的啊开 我老想他坐在车里又看不见 但是他脑子里闪过的 都是一路上 大家张大了嘴的那种艳羡 那种回头率 会不会他觉得 一防尔赛就是收获这样的奖赏 那就是说人需要这个 我觉得需要 我觉得防尔赛更多的是 从评判者的角度来决定 他是不是防尔赛 他必须有角色的差异 刚才包括许老师说的这个 他去国外找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 你觉得有差别 和自己的人设 或者大家知道的这个人设 有差别 我是做美食的 对 我可以说这个包子 他怎么做的好 他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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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说他防尔赛 肯定不会说我防尔赛 如果我说 这个红酒 我在里面喝出了什么什么的味道 包子的味道 我甚至觉得有地中海的海风 那大家肯定就觉得 这个人不是做老百姓吃的那些东西的吗 他怎么说这个 但还缺一个因素 你没撒娇 对 你还得怨 对 还以为我品不出来 其实我只差一种味道没有品出来 这可能就会有一些反而散 所以讲的人 不管他有意无意 他其实是英文说法 对不对 比较有修养的来表达自己的优越感 比较复杂的 比较复杂的 和先易后扬的 等等等等 但重要的是 凡尔赛这个词的说的人是 是吃瓜群众 是围观的人 重要的讨论的不是这个说的人的说话技巧 而是民众的这种情绪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大的关键 就是为什么这个人这样的一个说法 大家会很反感 就比你直接晒 比你明星 我晒衣服啊 晒什么 这个这个 还要反感呢 那是个低级的 他就不会叫凡尔赛了 对 那就叫炫耀 但经常网上翻车的有些事件 就是这样嘛 他可能晒了一个照片 或者说了个什么事 他无意在炫耀 他就是好好说那件事 被大家发现了 哦 其实你这个 这个穿的衣服 明白了 特别是还要用有技巧的方法来 那你那那也不能就这么说 你像刚才我举的钟南山的例子 那那就是 它是一种羞辞 就是指的你 就是 有意无意的 用一种优怨的语气流露自己的优越感 那就是说还是赞同他的 觉得他好的 对 有的时候凡尔赛引起的 我认为倒不一见得是仇恨 现在这个词啊 就充分使用以后 他不一定是仇恨 也是朋友聊天的一个乐趣 你看 有时候你又 你又得瑟了 你忍不住有点小得瑟 跟得瑟有点像 有技巧的得瑟 得瑟这个词也很难 这是北京的方言吧 上海话没有这个说法 还是东北方言呢 这个意思 你上海话没有这么 七个感 是不是有点 我们俩有点反而上 好像我们达成了某种构性 那你在想 什么样的人 需要流露优越感 其实你想到没有 他要 咱要正经的来说 他要是用一种优怨的 或者说是 希望能够不着痕迹的 那至少说明呢 他还有点害羞 比直接的说 我会有钱吗 对吧 优怨的杀伤力更大 因为你所谓 美而不自知更美嘛 那他就是优越了 而还抱怨 对吧 就更杀伤力更大 小薛 你会有这种 跟别人相比的失落感吗 我应该少 就是也不可能说 完全不会 就会 你会跟别的纪录片的大师 或者说是团队 记录片圈倒是不多 但是呢可能 这也是凡尔赛 这也是凡尔赛 这一种话说出来 没有我他不敢 这一种话说出来 对 太厉害了 有一个 东北凡尔赛 就是说 就是说 先说一个人 比如说这个人 哎呀 得谁打谁 谁他都不服 说那你还跟他是朋友 跟我他不敢 就是 要是绕一下 高级一点 我没有这个意思 就是 在同行 是这儿 我很少 有这种 比 但是我的感受 往往跟大家不一样 你比方说 说财务自由 这件事情 是 不工作了以后 能很平安地 走到人生的终点 我都没有办法 想象我不工作以后 我想 我真的 我不是凡尔赛 这好凡尔赛 我 我认同你的关系 这是假作真实 真意假的凡尔赛 不是 他说的是真话 他说的是 我相信他是真话 但是其效果就是 就是工作 带给他如此大的乐趣 人心钱都抵不过 不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不会退休啊 你知道这个多厉害呀 很多人到了一定的时候 退休是一个坎 就是你 但是你拍拥 就可以一直拍呀 我特别渴望 别人需要我的 那种感受 如果 没有人在需要我了 没有人在需要我的想法 没有人在需要 我的创造力 我觉得这真是一件 挺可悲的事 这么说还凡尔赛吗 这是很真诚的凡尔赛 好吧 我听出了童年的不幸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有点 以别人的 对自己的需要感 是的 就比 有人需要我 嗯 就你的 你的人生价值呢 对吧 我没有 这个真的没有人生价值 这个几乎是 所有读书人 或者说专业人士 共同的一个愿望 就是 我的东西还有用 我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用 那个这个是一个 生命的 工作是他最大的乐趣 不 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讲过 也不是说是最大乐趣 工作充满了痛苦 就是 当你没有他的时候 你会知道他的痛苦 更痛苦 在我 五十岁 五十多岁的人生里面 有三年是没有 拍一个片 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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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别人也说 我年轻的时候 特别想成名 后来好像得了一些奖了 在圈内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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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他 得奖很多重要 表情 得奖很多重要 表情 对 对 那个时候 就是 比如说 职称啊什么的 都 都实现了以后 就说 哎呀 要能变成 钱就好了 能生活好一点 但是 真正有一天 那 在那之前 我都在 哭哈哈的拍片 但真正有一天 你没有片子拍 哎呀 那个 你就知道那些东西 一点 没有人需要你拍片 那个真难受 那个是我 人生最痛苦 最低谷的时候 可是财务自由 是你自己选择不工作 这其实就是一种 境界的财务自由 我现在想起来 就是你原来 一辈子做的事情 你一直可以做下去 对 而不是为钱做下去 嗯 那这个就是财务自由 这个 这个人不再为了财务 而失去自由 这样来解释 嗯 你想他那个 你想你讲 我儿子问我说 那将来你要拍的片子 人们不爱看呢 我说那我 我可以不做 但是呢 我想 我还能 呃 写写东西 或者 我做个声优 呃 自己做一个电台 我觉得 这可能都是 对我来说 都太重要了 声优 哈哈 什么叫声 哈哈 就是声优 声音艺术家 声优 不是那个那个排优 就那个那个 那个优 优良的优 演员的那个优 曾月这个说法 声优 优 哎 是 好多人说你这声音啊 特别有那种磁性 像那个 我 我以前的 最早的纪录片 都是我自己配音的 那下凡尔赛了吧 哈哈哈哈 我我我 对我说一个 比较标准的凡尔赛 就是别人后来就说 你的片子为什么不自己配了呀 我说 哎呀 我价格太高 自己请不起 哈哈 这就叫法尔赛 这也说准了 说准了 我们今天的现场直播 各种法尔赛 大型法尔赛 但是这个里边 我觉得它 它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呃 你像那个女生啊 她就是在朋友圈里 她晒一个包 不是她那个消费层次的 你 我总在想 这就是错位嘛 刚才说的 哎 这个 虚荣心的满足 你比如我过去 咱们河北人的 我想的很实在 我说我要实荣心 我不要虚荣心 就是我过去比较 幼稚的认识哈 但是后来我就说 如果纯粹是让别人羡慕 我不由得开始从 我是个实在的人 就是 他具体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 你比如说 举个例子来讲啊 我是个宅男 我很少接触人 我也不出门 说实在的 您尊重不尊重我 跟我关系不大 对吧 那么 我不知道 就是 有的同学 他为什么要通过这种 虚荣的 哎 拿一个符号产品的这种方式 我用什么口红啊 或者说 晒一张我去凡尔赛 旅游的照片呢 但实际上 也许他没有这个消费水平 这个得到的 有什么实际的好处 把他自己也提升了 变大了 会有人觉得 哎 这人我可以给他点钱 也不会 不是 他可以削弱他 如果有自卑感 嗯 他可以帮他改善 嗯 或者是提高自尊心 有道理 钱啊 名啊 物啊 归根结底是你自己的一个感受 对 自己人格的一个感受 如果你非常自卑 你自己觉得活得没啥意思 可是你这个礼拜看了 三十本书 你把这三十本拍一个照 这些书可能还蛮高盛的 还有弗洛伊德 还有马克思 这不是很好 而且这个真实是他自己的 那干嘛要晒呢 我就经常不理解 他们看着看着 为什么要拍一张照片 还画一个 就我这样 你不是在看书 为什么要 您的微博上经常晒 人家送你的书 对啊 一大堆 我就觉得很羡慕 我们都自己掏钱买书 我80%都是自己买的 你自己买的 对 80%都是我财务自由了 哎呀 这个就像麦慎买苹果手机 是一个道 没有 这够烦 这烦学都成了 其实你所有的正向说 都不应该叫烦尔赛 或者他比较低端嘛 就只有反向说 你说我美食的朋友比较多 经常能看到 这次去欧洲 那个摘了12颗星 吃米其林嘛 摘了12颗星 幸福满满 底下不会有人说反尔赛 但是呢 你如果说 这次去欧洲 客户太多了 只摘了5颗星 这就是反尔赛 他有忧愿 它是个修辞啊 徐老师赶快研究 但是就刚才徐老师讲的这个 我觉得倒也真说明 就是说你看啊 咱们每个人都毫不羞耻的说着 就是说 钱很重要 我们就好像挣钱 是大家都共同认同的一个价值观 可是实际上连这个都不一定 您也未必最重视的是钱 尤其是在现在咱国家都富裕了 对吧 这个吃饱穿暖都没有问题了 还是说让别人尊重 甚而至于让别人羡慕 这个就是人的幸福最终还是来自于主观 对吧 当然大家没有人否认钱的重要性 可是我真的现在觉得 从这个意义上讲 这个很多反尔赛的人 他还真的不是物质性的 他要精神上的这个满足啊 他是不是比如说 可能是很少得到别人尊重 或者说很渴望得到别人尊重 很希望得到别人肯定 是不是过去 比如说像有种孩子 父母亲动不动 你看人家谁谁谁 你看人家谁谁谁 就你 我发现真有这个父母亲 就我们这个岁数的 就不知道为什么 从小就贬低 贬低孩子 你为什么贬低自己的孩子 我觉得这真是够 我都不敢说 激发他的这个 他是奋斗的 成龙吧 我觉得不要说别人 我们其实在 我们每一个人 我觉得都逃不开什么呢 最深层次的心理需求 就是被看见 被关怀 都逃不开 说的在六十强跟走 在什么淡泊名利 其实每一个人多多少少 都是想被看见 被别人 为什么凡尔赛带着忧怨呢 我还希望你们关怀我一下 就别人投射过来一些 这样的目光 真正不成功的人 说溜着墙跟走 这个不叫凡尔赛 已经很成功了 再说溜着墙跟走 这就是凡尔赛 说谁呢 真的 你要这么说 我想起 我从来不炫富 当然因为我也没有富 可就是 你这个话说得晚了 节奏有点晚了 但是我唯一一次炫富 是在今天早上 我接来录像 跟我爸 我把他接来跟我一起住 因为什么 他们那一代人的 这个消费观念 吃的那个东西 都是剩的 每天就是 跟你父亲 你肯定有共鸣 这糖尿病 你知道 到一检查 极度营养不良 极度营养 就是我就说 你自己生活 你就把自己给苛扣成 这个样子 你知道吧 因为我也 事多 也不想让他做饭 也不就是叫外卖 那么叫外卖 一般就是几十块钱 我平常也这么吃 昨天来这录像 你知道吗 因为每次 那个外卖来了 我都把外边 那个价格单撕了 昨天不是 我在这录像 我只能说 让他自己拿 他自己拿 76块钱算贵 我给他要个鳗鱼饭 因为医生说 多吃鱼 是吧 他说 76块钱啊 这是我一个星期的 这个生活费啊 他问他 我要回去了 你知道吗 现在我就不知道 回去怎么对付他呢 他要回去 他不肯跟我在这 就住了 他说我在你这 吃了一个月了 你每天就是给我 这个钱 这个 咱们这么吃饭 你知道吗 今天我就来 急着来录像 我也不知道 我着急啊 我怎么办呢 他要走 你知道吧 我就开始 我就急了 我就停透 我说 你这个 这点饭 这个几十块钱 这个饭 我告诉你 我拿起一杯酒 我说你看这红酒 其实是我在我们楼下超市 299块钱两瓶 你知道吗 我说这5000块钱一瓶 我天天都喝 你知道吗 然后 我墙上挂的那个送话 我说你这 你这话多少钱吗 我上亿 当然真的是上亿 我那个是高仿嘛 那个印刷 印刷 不是上亿 我说你 真的是上亿 不是真的是上亿 废话 我能有吗 我这 哎呀 我这 这是凡尔赛到了一定的 很高的景点 我说吧 你这 谐音啊 我说这几十块钱 这点饭钱 对你来说 这个就是个事 你知道吗 最后我一不留神 就蹦出一句 我平生最讨厌的一句话 你知道什么吗 我说有钱人的生活 你没法想象 然后你怕说 才给我订78的 我后来到这 我就在想 我说我怎么把这句话 跟他说出来 我就是为了告诉他 你知道吗 但是实际上 你知道这真的就是 我父亲的退休金 他也不是没有钱 但是你知道 生活方式 他就是生活方式 他就是把自己 可以要刻构成 哎呦 你这不是凡尔赛 你是罗浮工 我就现在想起来 我觉得也不知道 就是无畏杂臣 我说我这辈子 从来没跟人炫过父 今天早上跟我爸炫 你这个是为了解决问题 但是你 我这时候 我确实不是什么有钱人 这咱就是 就是提前 真的上亿 上亿 下有余 就是中等生活 对 你不要有误会 不要有误会 抢我们家去了 不是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 在就是说 一个大众的范畴内 你觉得我不凡尔赛 我不想跟不认识的人 去炫这些事 但你逃不过 小范围 这个人就忍不住 忍不住 像你比如说 拍行电下的时候 经常抓着问我 看着我这个衣服 有什么质感 这我难道不是凡尔赛吗 就是你 多多少少 总会在一个小区 照顾我穿衣 但是他穿的就是像 那个品牌的衣服 我买了一件 我以为他有 我们家人就觉得 你从哪买的这件衣服 就是很狐疑的 就是 对 他还老说 这个就是角色 就是不一样 有有有 真的是不一样 我这叫 我这叫 蓝领 我这叫贝凡尔赛 他才是蓝领 你这叫蓝领 你的领都是蓝领 你瞧 连蓝领 他都不知道 白领 你多不接地气 白领 现在变成 被凡尔赛模式 你知道吗 要警惕 但是这个 虚荣心肯定是 人类进步的动力 这是毫无疑问的 就是每个人都渴望成功 这是肯定的 就是有时候 你对成功看得 很迫切 可能就会 不小心流露出来了 就是凡尔赛 因为你看得很淡了 你也就 不去提他 可能很多人 需要这种激励 需要别人 羡慕基督恨一下 能够收获一些 内心的 这种平衡 在微博里边 晒一晒 你吃得高级的 那有一些 比如说餐饮公关 他们整天就吃这些 你就会知道 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不是什么特别高级的生活 但是你一个 这个收入不是特别高的 你拿了这么一点照片 发在微博上 现在广东 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 就是很好的餐厅 就是你拿起相机服务员 就把那个LED灯 啪 打开了 天哪 而且给你打的 不合理拍照 测腻 食物质感特别好 哎呦 就是你 那我要说我手机 自带LED灯 那不行 你那个肯定不够柔和 没有人服务 对啊 还是需要什么样色纹的呢 配合得到 哎呀 我说 这个应该下次就这样 就是来了之后 就一扫这个WiFi 就直接接收到 那个拍成的照片 就你点 没有差异化 你这个凡尔赛就要有差异 哎呀 这说明真的是产生这种 这个需要 所以 他肯定有需要 这个 所以为什么是凡尔赛呢 这个 为什么选择这三个字呢 就是说 他 等我知道他的意思的时候 已经没有 没有想过再问他的根源 好像是最初 比如说有个微博 你知道你 好像是有典故的 有典故 说是在凡尔赛宫 什么感慨 什么事情 我有点忘了 当然了 我们可以想象的是 因为凡尔赛体现了 这个巴洛克的这个风格 比较浮华 在内地 就是我们叫 统称叫欧式 欧式指的就是 其实是罗克克风的那种 就是装饰得很浓的那种 大概是这个 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 是非常偶然的 一个微博事件 所以我就说 很多时候 就是这个 这个词语的力量 我觉得真的是要警惕 就好多词啊 他反过来 加剧焦虑 他需要这么一个词吗 好像是有一个原理 叫什么奥卡姆 剃刀原理 对不对 就宇宙喜欢简单 能用一个公式说明的 就不需要两个公式 能用一句话讲清楚的 就不需要两句话 但是你觉不觉得 现在的有些词 有些新产生的词是好的 是可以流传久远的 是很好 但是也有些词 你就看吧 本来有这个意思啊 对吧 那但是 你在叠上一个意思 而且它在被流行之后 反过来 人呢 受这个语言暗示 话语 就有些时候 我得特别警惕 我这个行业 包括互联网 它在制造词语 而这个词语呢 会引导 会加重 有没有内卷 或许有 但是呢 当它变成一个大问题之后 你就越来越多的 哎呀 我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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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会影响你的选择 比如说有没有人躺平啊 总有一些人躺平 我还见过更多的年轻人在奋斗 都没躺平啊 但是呢 这个东西流风一来啊 它会让你晃范 在北京话讲 你原本是什么范儿 所以我说真的 还是这人呢 真是独立之人格 自由之思想 你真是有勇气的灵魂 你真是一个自由的灵魂 我有时候就觉得 你凭什么被这些网络热词引导啊 你凭什么要议论他们呢 你自己有你自己关心的问题 我要拍纪录片 我就拍纪录片 对吧 八风都吹不动 我觉得有些人 太容易受这些词语的诱导 可能也有语境的关系 我看到躺平呢 一个主持人在讲话 他那段话说 可以认命 不能躺平 就是认命啊 我一看我就 我就毁了一条 我就说 可以躺平不能认命 对不对 这个你跟认命来比 那还是躺平好 躺平是身体 认命是心理 对不对 怎么能认命呢 另外一个词我非常疑惑 最近出现的非常频繁 有的文章 从头到尾就是这一个词 就叫带节奏 是是是是 从头到尾 他把各种的讲法 都称之为带节奏 我看完了以后呢 我就产生了个疑惑 我总觉得强调 那么强调带节奏的有效 是不是有点 轻视民众群众的 就是思考独立的思考能力 就好像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他们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你看虽然这句话 本身没什么什么 但是它起了一个带节奏 这个什么什么 对不对 你太不相信 你以为你带一下 或者有一句话语来了 我们法尔赛一证 但是我觉得 这些都是暂时的 归根结底 最广大的人 是不会那么轻易被带节奏 包括我们传媒 我可能说一点 我自己的感受 我就说 我想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就是那些大词 跟你们没有关系 就那些很 那什么焦虑啊 内卷 我说焦虑 对我来说 焦虑的反义词是什么 是具体 你说你以为一件事情焦虑 比如说一个人说 哎呀我很担心 我就我很焦虑 对我父母 对我的什么教育 或者说对我的前途的考量 那我说那你说个具体的 你说教育让你很焦虑 那么你到底是什么呢 你说的是你考大学 好 那你考哪个大学呢 那你考哪个专业呢 你要考这个专业 那么你需要为他做出什么呢 你怎么准备你自己呢 哪几个学校 你去研究这个事吧 你一说到具体 其实你就不会很焦虑 一说到具体 你就知道方法路径 行不行 那那个焦虑是一个非常虚幻的情绪 你为什么把自己投入到虚幻的情绪 焦虑就是说不清楚的 各种各样的 就说不清楚那些具体的问题 你就是要 你就是要突破那个迷雾啊 你说具体的路径怎么走 你脚踩到那个具体的路径上 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时候 就没有这个焦虑 所以有空多找你谈谈 我又有焦虑 你又有焦虑 他焦虑是他心脏问题 但是你看小青 我觉得特别敬业 我觉得你还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 他这个每次纪录片一上线 那小青就得 就是监看网络的这种观众的反应啊 分分钟的收视 就是这个流入率 流出率 你都得看 玩播率 现在这个一个新的系统的玩播率 有没有这些弹幕 有一些什么非理性的反应啊 这个戴景华现在说嘛 这个网上播课程 就是最怕的就是那种非理性的 这种反应啊之类 你的抗压能力就必须得变得稍微强一点 但是你为了获得更好的收视 有时候就会把我们过去传统纪录片的那种 想告诉你什么 换成了我告诉你一些你想知道的东西 就还是我们说的生产关系 在指导生产力 就是甚至考虑到受众 他会根据这个受众的意见 可能就会改接下来要播的片子 对 节奏 比如说慢了 我就得就得加快 那没办法 所以你知道今天就出现了变化 一方面呢 就是受众的权力啊 在增长 这个是非常好的 让他们更满意 但是呢 还有另一种情况 我觉得呢 在变小众 什么小众呢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 我对小青没要求 我就想听听他说他想说的话 你像我对很多老师就是这样 我想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 而不是你讲点我爱听的 好像有些电影大师的片子 我觉得我确实没有什么意见 我真的就是想看看他想拍什么 你看还有这么一种需求 但是你看这种需求似乎是被压缩了 这种属于成熟专业受众 这样的受众当然越多 当然是越好 但是常常不会是大多数 对 这里边就有一个怪兽的存在 叫大数据 大数据 对 这是我们的先辈 就是比我老一辈的这个做纪录片的 他们没有面对 我们现在就要面对他 那在Discovery1987年没有出来之前 那大家不知道 纪录片可以这样设置悬念地讲故事 可能比这更早一些 那个我们的一些同行来说 不好好拍片子 每天就琢磨观众想什么 事实是什么样 事实 就写什么 对 你关心的应该是事实 而不应该关心的他们想象的东西 那其实从2000年开始 什么白色星球啊 蓝色星球啊 地球卖动啊 一个一个出来 BBC也开始讲故事了 他必须做出妥协 否则就大家没人看 就像刚才文道说的 你就想听这个老师讲什么 那可以有这种付费的 这个课程 你可以 但是你回头去看付费的课程 我不知道你做过这个 我们专门做了这样的分析 付费的课程也都是 好听的 卖得多 对 他只要收钱嘛 他就是把一切的知识的传播 把所有的知识传播者 变成了storyteller 都是故事讲述者 故事大王 都是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力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 从某种程度上讲 好像觉得这挺好 但是我觉得这个 要不是有些人就会担心 就是说 好像你们天天想着 贴着我 我觉得有点像什么呢 太监揣摩上意 观众是上帝啊 对吧 你们喜欢什么 喜欢什么 我们就给什么 喜欢什么就给什么 这个共谋啊 是非常愉快的 但是如果这个共谋 不断的进行下去 甚至是这个共谋 驱逐了所有其他的选择 这个完全变成了一个 创作者和接手者之间 这么一个互相取悦 就是一方取悦一方的关系 是越来越幸福了吗 还是缺少了一些 我觉得其实有不同 其实有不同 我们自己在做的纪录片 我们也会把它分不同的层面 有的我们 今年第一 最迟明年 我们就想拍一个新的纪录片 可能是给很少部分人来看 不是那么大众的 它可能特别小众 这个内容暂时的先保密 刚才跟我说了 谁想找我 谁想知道 收费 收费找我 但是 为什么要大众呢 因为大众 我们做的是商业纪录片 它要带来商业的价值 它要有更多的观众 所以我们在努力的 保证我们叙述真实的同时 更多的去让观众看着不反感 不去冒犯它 我们从来不会去告诉人 什么是好吃的 我们告诉人家的更多的是 你吃到的恰好 就是最好的 是最好的 这怎么觉得像个骗子的语气 没有 这个 我们今天吃到的 所有的最平凡的东西 包括徐老师说的 圣煎馒头 都有一个特别不平凡的经历 这对我是有启发的 而且也得看谁啊 你刚才听出来没有 付费的都没你会讲故事 但是他说这个大数据 确实是咱们就说的 某些关键词 这些网络流行的热词 你一篇文章当中有它 就意味着点击量的增加 流量的增加 所有的 于是大家都开始 都在点这些热词 你看那些标题 于是就变成 这个就真变成一个 仿佛是大家关心的话题 于是呢 我怎么可以不关注呢 于是呢 在我的手机里 我看到有这个话题的文章 我就要看一看 陈小青说内卷 许子冬说躺平 我看一看 大数据的那头 可能有上千个工程师 我不知道是人工智能还是人 他收集了你的这个点击习惯之后 他会给你推送更多的这个话题 你知道吗 这个反复逐集 这个就叫广播喇叭那种 叫什么反馈 这个正反馈 这就叫带节奏 这就变成无比之大 我现在就觉得已经到了 我影响到我看节目资料的这个程度了 你比如说今天就本来录像 我都看不完了 但是我只要一看这个手机 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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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哗 后来我想想 我说我今天一看都是低俗的内容 也不见得 都是说起来都是热门话题 可是最后我知道 我看了大约一万还是几万字 不外乎就是什么 凡尔赛 内卷 躺平 这些个关键词 我觉得这个东西 有点值得我们 就词语的小浪花 汇聚成了海啸 而且这个海啸 你个人的力量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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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当心 但是呢 我们现在对数据的态度 它是一个我们的辅助系统 它不能改变我们的方向 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要 就A to B的这个过程 那数据是来帮助我们的 而不是数据来阻挠你 A to C的 先有产品 然后再制定销售策略 不让它控制自己 不让它定制 对 我们自己团队的内部的语言 叫站在数据的前面 这个导向非常正确 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咨询 但是永远不要被它玩了 是咱们用它 不是他们 不是这个大数据用咱们 这是工具人性化 而不是人工具化 就对说 其实对你的客户形成了 叫做降维打击 就是我站在前面告诉你 给你一个 你都没想到 但是我愿意接受的 这种东西 其实你看乐旁的那个 无核之众 就都能明白 当然我不是赞同他的观点 但是他里边 确实是会这么说 群众从来不关心 事实本身是什么样子 而是他的 能不能符合他自己的心理 以及他的夸张的程度 有的时候 人在群体的时候 反而会出现一些非理性 他讲的这个对我很有启发 因为我即将要把我的课的一部分去讲 所以就要碰到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你要不要考虑 这个听众的意愿和弹幕 有一些的人呢 就是说 让制作方告诉你 人们愿意听什么 你调整你的内容 调整内容的时候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我们是为了启蒙 所以你要降低 但我总觉得这个话 在我本意来讲 我觉得 这不大尊重人家 就好像我本来是喝 凡尔赛酒的 现在为了你们 你们不懂喝 我给你们一点 其他的酒 这个实在是不大尊重 但是呢 他们说 你照你原一样的讲呢 就又会有问题 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跟你说 徐老师 其实是观众之福 我觉得 最终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福 什么样的都有 你爱怎么讲 决定了你把自己放在哪一层 我虽然不懂纪录片 小青 但是我现在慢慢看出来 你们这个纪录片是有套路的 像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 你比如说 你本来是讲秦兵马俑嘛 对吧 挂秦兵马俑 但是呢 这一定要先来一个 就是说 这个检票员 他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 他什么什么的 这个是个很好的 拍纪录片的方法 但是呢 一旦变成套路了 他就出现了降气 或者三星堆 他一定是 住在这里附近的一个农民 甚至干点无关的事 他做饭 他什么 然后再引到讲这个三星堆 你看 我当时看的时候 我很想很诚恳的跟这个导演说 我说如果只是给我这样的观众看 没必要 就是三星堆 就是兵马俑 怎么做的 怎么回事 多少年 内部结构 现在的研究有什么争议 我就要这个最干的货 一定也有那样的片子 对了 所以我就去找那样的片子看 那样的片子也有 所以我就发现 也是观众之福 但是呢 我要说现实是残酷的 就是它会导致这样的片子越来越少 就是它没有钱来支持它 就是拍那种特别纯粹的片子 接受硬东西的 对 它会就没有钱 谁来投钱来拍 就直接说这个 而且就是 就还是一个老人民地上 挖出一个文物以后 不是 它可能是就是 就是你看 戏剧化嘛 它就要有转折 对对对 它就是说 它的信息密度 场景的转换 在多长时间里 要实现多少次 这都不是绝对的 这都不是绝对的 而且你说的这个东西呢 说明这个导演还不够特别成熟 要真正的套路化的话呢 你都看不出来 我就被吸引了 对 就是它做的自然了 对 它喜欢真理真相 它喜欢真理真相 大部分人要先看点情感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跟看书一样 我需要知道这方面的知识 你需要知道答案 别人希望得到的 就更多的人 希望得到的是 得到这个答案的过程 你小姐 就是我们说的故事 可能更多的观众 会接受这种叫故事的东西 那那个就属于 我爱看的另一类片子 就是这个故事不是点缀 不是硬知识的一个点缀 或者小花招 对 它是本体 对对 它说的 对对对 就更像是那个挂地儿 当然你不能排除 我能让我的节目 有更多的人 收看的这个 这个努力 你比方说 我的一个美国的同行 讲过一个故事 他说考古的片 一个很大型的考古的节目 玛雅文化的考古的节目 是带主持人的 就是相当于 那个枪枪 这个 行天下 行天下 选什么样的主持人 那因为 它是一个商业的 纪录片机构 那先要在 花钱 请了三位主持人 到现场 一位呢 是一个 在国际上 都非常公认的 这个考古的专家 一个呢 是一个 刚刚从大学毕业的 一个女学生 口齿呢 也相对来说 比较凌厉 那么还有一个呢 是一个 就是传统的 就是 做电视主持人的 一个主持人 分别到那儿 几乎讲的是 同样的 段落 回来在放映厅 让大家打分 结果 最后是谁 当了这个主持人 以前说 我都觉得 很奇怪 现在我一说 肯定是这个年轻的 貌美的 刚刚毕业的 考古系的学生 他睁着无知的 大眼睛 他充满了 他不是那个 已知的 我跟你讲什么 他说的 Eddenberg 是另外一种 就是我什么都知道 但是他还 充满了激情 对 这个女孩子 他充满了未知 他这片子很成功 这个讲得很好 他让观众呢 也容易投入 对 就是我认同到 这个人的心上 但是我讲的是什么呢 肯定是 玛雅文化里面的 奇妙的东西 奇观 对 就是像报新闻 我们也喜欢看 美女报新闻 对吧 这个很健康 这个很健康 所以都是健康的人 健康的兴趣 重要的是 有各种各样的选择 对 所以我就说 对 这个多样化 是让我们保持 独立清醒的 很重要的一个生物的 保护生物多样性 可实施性 对